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谁怕谁呀 不就是一个脑梗吗 这十个脑梗来了 我也不怕 哎呀 小鱼 你可别这么自信 你想想 可能我胆小 我就挺害怕 万一测试没测试好 显得像咱俩脑子不行 是 我不太敢 我觉得这说的还是挺对的 你俩那个挑战能力啊 这水平啊 能成功吗 哎呀 亮哥 可别瞧不起人啊 我们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妥妥健康小达人 是吗 行了 你们也别激动啊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大咖 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北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李小秋主任 方亮好 小鱼好 阿芝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北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 李小秋医生 李小秋 副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 北部战区总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 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 神经病学与精准医学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医学会 中西医结合学会 神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 神经病理学组委员 全军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 运动障碍学组委员 李老师 你来了就好 脑梗太嚣张了 公然挑衅我们陪诊团 你们知道脑梗为什么这么嚣张吗 因为脑梗它有它的资本 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 现在中国居民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它不是心脏病 不是车祸 不是癌症 而是脑血管病 是中国居民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就是说每五位死亡的人当中 就有一位是死于脑梗 那确实挺可怕的 不过没关系 咱们有李医生嘛 对不对 我相信我们肯定挑战成功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信呢 有信心 既然大家已经准备就绪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 既然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那么第一道问题来了 下列哪个习惯最易发脑梗 A 吸烟 B 饮酒 C 饮食过量 你们知道答案吗 这第一个问题可不简单 因为每个选项都会对人体 造成这不小的损伤 我问一下阿志和小鱼 你们有自己的答案了吗 我觉得这个饮食过量这件事 我首先得排除这个 我觉得当你们有很多病 都跟这个饮酒饮食过量都有关系 所以这个选项往哪个上安都合理 所以一定是不选的 对 那我就选择第二个 选择喝酒 因为你看啊 这个吸烟 吸烟肯定跟肺有关系 跟脑子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但是喝酒就不同了 喝酒之后这个血液会触及全身的 喝酒之后我们会产生头晕 对吧 跟头有关系 所以我肯定选第二个 我跟你们的观点还真是不太一样 都说这个适量饮酒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有益健康的 但是烟草当中确实存在着尼菇丁 烟草当中的尼菇丁 这确实是有害的成分 对身体肯定是不健康的